就是如果你要取用這個list的話 取用的方法就是 這個地方 也是打一個list名稱 後面中瓜糊 那你要取用第幾個的話 比如說你要把那個julai抓過來的話 就輸入6就對了 6的話就是 0123456OK 他就把這個抓過來 所以這個呢就等同於這一個 所以這個抓過來是一個字串 所以我剛剛把那個str那個轉型的拿掉 因為有的時候多辭一局啦 你說多寫會不會錯 其實不會錯 反正 自竄轉自竄他還是自竄 他並不會變成其他的 那當然如果說能夠程式盡量還是 講究是最好是能夠不用不用多寫就不要浪費那個 OK那這個地方的話 那因為我們是亂數取得 所以 把這個mance有沒有 拿到哪裡呢 把它拿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好像同學比較 會有問題的啦 不過當然 這個還是需要一些實作啦 對 可能有程式傳也經驗的人 這個應該是很 很easy的 但是好像對於可能沒有寫過程式同學 這個算是會是一個盲點 啊你常寫我想這沒什麼問題啦 所以細節太多了 假如你剛開始還是不會 沒關係你就先看 然後呢先了解 接下來一定要動手做 如果你把程式寫完之後還是沒問題 那確定你應該是OK的 再去做一些變化 這個是mance的CI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這來還有幾題啦 不過這個 後面可能有些可能請各位自己列 我是把那個 邏輯稍微解說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什麼 猜拳的小遊戲 剪刀石頭布 那這個邏輯非常簡單 而且這個程式是以前 寫Java 寫Java的時候啦 其實 也有類似 一樣的東西 只是把它改寫一下 那這個邏輯基本上就是說 電腦出 123 123 其中一個 就是剪刀石頭布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使用者出一個 剪刀石頭布 所以 我當然之前是輸入 你可以填 剪刀石頭布 也可以填123 然後再比對一下 所以呢基本上 我們那個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今天呢 假如他 出一個 假設我執行 請你輸入什麼 剪刀石頭布 或者是END結束 所以會有可能有123 四種可能性 那還有第五種就是他輸入非這四種以外的 那你都要做邏輯判斷 所以基本上呢這邊會有一個邏輯判斷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if 那你要分別的去做判斷 所以假設說我今天 就出剪刀好了 假設我今天出剪刀 其實之前我有更簡化是乾脆輸入1234算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剪刀 假設我出剪刀 那所以呢 呃 程式會先亂數取得 電腦先出什麼 比如說1是剪刀石布 然後呢再來做什麼 Enter之後的話 跟我比對一下 如果呢 電腦出的剪刀 那一定是平手 OK 那如果說呢 假如 我 電腦會贏的情況下 當然他就出什麼 他出石頭 那當然我就輸 如果說我 他出布的話 我就贏 所以你要去做邏輯判斷 我大概 講一下 如果說他結束的話 這邊打一個1跟d End 把這個End結束掉 Enter 這個就結束了 就退出了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程式裡面 我大概把重點 就是敘述一下 因為這個程式基本上 也都是用到前面講過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需要有一個random 那個號碼是從1到3 所以呢 我會先 Wile 1 你想說 Wile 1 其實另外一種寫法 Wile True Wile True Wile True也有人這樣寫 那其實 到底寫哪一個 Wile 1或Wile True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我是建議用Wile 1 因為官方的說法是說 用Wile 1的執行速度會比較快 快多少呢 可能 還真的有人去測喔 可能差個百萬分之一秒 差不多啦 其實是沒差啦 不過只是 啊 啊 如果量很小的話 當然啦 所以像人家說像比如說 淘寶的交易有沒有 一次就幾百萬筆 那當然會有差 因為差個一點點也是差 但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寫的是一個很 在台灣其實要遇到這種情況是非常少的 所以這個其實暫時可以忽略不計 當然用Wile 1會比較快 甚至還有網路上還有人很妙 他還比較Python 3跟Python 2 Python 3用1比較快 Python 2用 True比較快 OK 所以你會發現3跟2 Python還是有差別 不過 差別實在太小了 其實這個燈你可以忽略不計 那意思是說呢 反正我就是做一個 無窮回圈 如果你給他Wile 1他就一直跑一直跑 那什麼時候跳出呢 就是 當你會遇到一個 break的敘述 所以那個break還蠻厲害 就是反正你就一直跑 break 所以 只要邏輯回圈裡面有break 就是跳出啦 那我們什麼跳出呢 所以 第一個 我們先用 電腦出題 電腦出一個什麼 他一定從123抓一個數字 所以一樣嘛 我們用random range裡面 幫我抓 所以你會發現random range還非常好用 以後如果你要出現一個亂數 只要記得random range就夠了 import random range 很好用 當然坊間的書籍我看到很多 有人很喜歡用random 裡面有random int 然後random int後面也是兩個參數 不過是一個 頭一個尾 結果是一樣 可是我覺得 你看 沒事不用記太多啦 就記一種就好了 結果一樣 你幹嘛記兩三種 除非有 特別的需求 所以我都是用random range 一律就寫random range就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把它轉換成那個 就是int 丟給s 因為random出來 好像也是int 所以 random 對也是int 所以這個其實應該可以拿掉 丟給s 表示說呢 這個是 這個什麼呢 是電腦出題的 電腦出什麼呢 如果他是1的話 那就剪刀、石頭、布 ok 所以這個上面這一串呢 是把什麼呢 亂數 回來123 轉成剪刀、石頭、布 不過好應該可以更精簡的寫法 你也可以寫個list 有沒有剛剛不是一個list 那個list的話就是 剪刀、石頭、布 然後亂數去抓 其實結果也會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每個人 可能邏輯想的不一樣 但是寫法很多 你可以挑一個你覺得比較精簡的 所以呢 電腦剪刀、石頭、布 然後再來的話 換我們出題了 所以我們出什麼呢 我們一樣 我剛剛是出剪刀 所以他把剪刀這個input給m 所以m裡面的話 就是放剪刀的字串 所以這個時候是字串 所以底下的話呢 這邊有個list 剪刀、石頭、布 其實這個應該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然後再來 用亂數取就可以 所以這邊應該可以不需要這一行 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呢 比對的話呢 當然這個地方 如果 第一種情況 m NOTS IN 這個NOTS IN指的是不在這個其中 比如說我輸入的不是剪刀 也不是石頭、也不是布的話 那表示什麼呢 第二種情況是and 而且 他也不等於end 那就是說他輸入了其他的 比如說剪刀、石頭、布 他可能輸入 另外一個a好了 比如說一個a的字串 那就不在這裡面 表示什麼呢 輸入錯誤 請重新輸入 所以這一行是 先判斷是不是輸入的 除了其他的東西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m 假設這個輸入的東西 不在這個清單 而且 等於 end 就是表示已經輸入end 那 這個地方 其實另外 應該簡單的寫法 甚至這個and 應該不要 直接m就等於end的話 那就退出 並且呢 一個break 所以我剛剛講 你要退出那個 退出什麼 退出這個 無窮回圈的話 你只要遇到break 他就跳出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else if 如果m 相等於這個 那就比較平手 所以我剛剛 就是剪刀 那他也是出剪刀 那兩個相等 所以等於等於 表示相等 那就是平手 那另外我要知道 我什麼時候會贏 比如說我出 石頭 他出剪刀 那我贏 或者是什麼呢 我出剪刀 他出布 或者是他 我 我出布 他出石頭 那我就一定贏 那相反的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出石頭 他出布 那一定是輸 那另外一種是 我出了剪刀 他出石頭 我出布 他出剪刀 會大概會有三種情況 所以 最簡單的寫法 就是你把 我會贏的 跟我會輸的 把它列出來 然後最後把它列 列在底下 這樣就可以 做一個 邏輯的判斷 所以這一題 可能比較重要的大概就是 第一個 利用那個random 產生123 然後一個 無窮回圈 那無窮回圈就是讓他一直跑就對了 什麼時候會跳出 當我按下 end 就是輸入end break 其他的話就是邏輯判斷 那這個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這一題基本上呢 我們一樣會用到 乱數 然後再來就是一樣會有一個input 並且利用一個清單 一個 b list 剪刀 剪刀石頭布 然後再去抓 我剛有提到就是 如果有個b list 其實也可以 採取像剛剛的做法 可以 直接 當亂數 取得之後 自動再去抓電腦 到底出了剪刀石頭布 這也許程式會變得比較簡單 然後 但是因為你 b list 的話一定要是從0開始 012 所以亂數可能就不能 123 你可能要是 012 412 112 好 112 這種敘述 112 112 112